词曲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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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如此见面却很熟悉 随心所欲聊不完的话题 难道是注定要相遇 每分每秒离不开你 给我所有归类的回忆 只差一句说我爱你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你也要知道一个人吃饭 这人是太无聊了 幸福用衣服了 谢谢 同感 我也经常觉得一个人吃饭 本似没味儿的 不过你这也不像是那种 没人吃饭的人啊 我这人就是太不在乎花钱了 那些朋友呢 跟我在一块儿 都是喜欢跟我吃吃喝喝的 所以能遇到像黄姐姐 这样的女孩 难得 黄小姐 来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成交了 都是熟人了 不如就叫我婉萍 好 婉萍 那不介意 我就叫你玉峰吧 当然 当然不介意 一直有件事想问你 你说 就上次啊 你一直拉着我叫我 叮叮 叮叮是谁啊 你要是不方便说 就 应该 没什么不方便 天哪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世界上居然有长得 如此相像的人 的确太像了 当然 你们还是有很多不一样 比如 丁丁是一个 可爱 俏理性的女孩 而你 你属于那种知性的 婉约的女士 那你们是 那是我的初恋 并不愿意讲讲你们的故事啊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大学的时候我认识她 她很美 我追求她 她跟我在一起 我们经过了四年 非常美好的时光 我们本来打算在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结婚的 可是 她在毕业旅行的时候 出了车祸 走了 对不起啊 提到您伤心事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放下了 可是在我心里 我一直 还不能接受 她已经离开世界的事实 直到我那天遇到了你 我震惊了 我情不自禁地 让自己去靠近你 去 去接触你 我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我 我才闹出这事 没事 没事 您不用多想的 人都已经走了 我们也不应该 再纠结下去了 确实是 就像我 曾经也有一段浪漫的 校园恋情 那个时候 特别天真 以为那就是天长地久了 但不管怎么付出吧 最后还是过瘾于瘾 不过我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不过我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毕竟嘛 人还要活下去 要面对未来的生活 未来的生活 是不是 来电话要不要接一下 垃圾电话 现在也是浪费时间 好 来 好 来 那就 尽我们未来 都能够幸福美好 你没 Sex 你看它 所以特别信 快去 我的 Gillian 拉穿你公度 那群 convince 房屋 你不都孤 outta 它想像我 什么heart 您拨的用户码 请稍后再拨 这一整天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到底要干吗 你黄安平 就停到这儿吧 我送你到家吧 不用了 没几步路走一走 有利于健康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跟你在一块 我就是觉得 时间不得特别快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真好 那我走了 路上小心 你在家呢 你怎么才回来啊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干吗去了 我出去溜达溜达 这不一直没看手机 怎么了 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有 也不知道早点回来做饭 我都什么身份了 你看看我在干吗 吃方便面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掉打牙 你不天天说自己忙吗 我以为你今天 也不会来吃饭呢 再说了 我也不能天天在家里 坐着等你吧 总得有点自你的生活 就没见过你那么自私的人 我怎么自私了 你不想想 你现在任务是什么 不就在家 好好伺候伺候我吗 让我回来 有可热水喝 有可热饭吃 可你呢 没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挣钱 你哪能在家舒服服当阔太太啊 阔太太 我要真是阔太太的话 总得有两三个保姆思合我吧 还用得着我试试亲力亲为的 我觉得你现在不大对劲啊 这两天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事事都那么多埋怨啊 我没有 我就觉得吧 有的时候你说话有点过分 好像我没有了你活不了似的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你以为我想一想 我在外面忙活一天了 回家连个 虚寒问暖的人都没有 我心里能舒服吗 行了 行了 弄点热水 一会儿我洗澡 来 喂 最近里边情况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他们两个好像有点儿不見了高兴 好了 华文明想你一定那种事了吧 他看了你批的那张照片以后 我全信了 我查到给赵斯文撑腰那个 张管运的信息了 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是很隐秘的 不过有一点 他喜欢古安 好 那我们就耐住性子 这个习惯好啊 这是个无底洞 没准就有进无出了呢 你今天见到紫月了吗 你真不该这个受伤害她 长沙 六 点 小 этого 我 想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宝贝 妈妈好想你啊 知道吗 妈妈 妈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还没去公司啊 这都十一点了 今儿没什么事我就不去了 现在我是公司老板 上不上班 几点上班 我收了算 那当然 我给你帮我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好好 张总啊 我马上出发了啊 一会儿见 我那黑色外套 怎么找不着啊 洗衣店呢 都几天了 还没学会 老爷得洗衣店 给我打电话 我才能取啊 你成天在家干吗呢 该干的事不干 不该干的事干一堆 我什么叫 该干的事不干啊 做饭不是我做的 收拾东西不是我收拾的 你收拾什么了 只会指手画脚的 你还好意思说 就你那饭越来越难吃了 能不能用点心啊你 难吃你别吃 你现在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你没事吧你 你干吗去啊 我能干吗去啊 我成天干的都是正事 我现在找银行行长 说贷款的事要去 晚安不回来吃饭了 那你要喝酒别开车啊 越安全 越来越恶促 来 喂 一芬啊 我今天又有时间了 好啊 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一会儿见 再见 好 周全 怎么了 问你个事啊 你一定要实话实说 你问吧 什么事啊 你那天真的送我哥去机场了 是啊 怎么了 他真的去出差了 当然了 他最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不对劲 没有啊 那我今天怎么看看 跟一个女的在一起啊 还有这样的事 那天我明明把他送到机场 好 喂 你好 是我 那我找时间过去吧 有事 银行来的电话 也没什么大事 说是保险箱续费了该 你租银行的保险箱干什么呀 小心裤 我哪有什么小心裤啊 我是拿下岗工资的 你别老骗我 我老看那个电影里 但凡租银行保险箱的 要么就是有钱 要么就是有货 哪有 我就是放点自己的东西 不可省心 好 不急 你慢慢吃啊 吃完之后我开车送你过去 那谢谢了 来 一峰 你等我一下 好啊 你快点 再来 好好看 黄婉萍手里 一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怎样才能顺利地拿到手呢 只有一条路 就是让黄婉萍死心塌地地 相信自己 唐玉峰决定加快节奏 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 办完了 就重置一下密码很快一点 把价格上藏在小庭库里 是 走 来了 来了 今天我发现 黄婉萍在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 那会不会有什么证据在里面 证据就是她的护身符 她应该会放在那儿 但是怎么能拿到呢 银行必须本身才行 需要指望验证的 你也别太着急 肯定有办法 你姐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以为你那晚饭以后才回来的 本来是要吃饭的 后来黄婉萍接了个电话 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估计是赵斯文 赵斯文给她打的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 给她来点李建基 应该可以 她挺谨慎的 每次我送她回去 她都让我在家附近把她放下 然后自己走回去 从来没到老婆家的门口 我估计她是怕赵斯文发现 她毕竟跟着赵斯文这么多年 也不能说断就断 她跟赵斯文之间有太多事情了 我发现不管我怎么做 她有多喜欢我 她都对我有结信 她对你也有结信 没准是对赵斯文也有结信 那就逼她 把她们逼绝了为止 我认识多久了 一个月了吧 一个月 总觉着跟你在一块儿 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眨眼就过来了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应该多在一块儿 觉得呀 他们应该多在一块儿 多出来走走 走吧 这边走 好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好 我等你们电话 拜拜 你留下了 阿姨 嗨 我 你在忙吗 我正好现在没事 什么事你说吧 太好了 我想跟你说 我现在全好了 想过些正常人的生活 找个工作 怎么了 爷爷那儿住得不习惯了 不是 不是 爷爷这儿很好 我很喜欢他们 可是 我觉得这段时间以来 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了 我是一个正常人 有手有脚 我想开始工作 那好吧 我支持你 但是你的病刚刚好 不要太辛苦了 这样 房子的事 我来给你安排 好吗 那也好 拜拜 拜拜 好 你进 赵总 有一个您的快递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收拾好了没有 好了 来 我来 姐 谢谢 姐 你确定没事 我现在呢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走路 正常人一样的说话 肯定是没事了 姐 你一定多注意身体 要不分鸽回来 饶不了我们 你放心 你跟他说我肯定没事 快走吧 一会儿拉皮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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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姐 雪岚 来了 来啦 怎么样 好啊 谢谢你啊 雪岚 谢谢你为我安排的一切 没关系 我哥特意嘱咐我 让我照顾好你 我保证过的 你哥也真是的 其实我从爷爷那儿搬出来 就是想离市里面近一点 好方便我找工作 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行了 雪岚 我把人交给你了 我的人完成了 我有事 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谢谢啊 辛苦你了 没事 拜拜 拜拜 小真啊 我早就想出来住了 正好是个机会 我可以陪你一起啊 好啊 走 带你看你的卧室啊 那边 好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今儿没出去啊 懒得动啊 是拼头没时间吧 你说什么呢 你跟踪我 我跟踪你 有没有这事 不就几张照片吗 能说明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普通朋友 还挺淡定是吧 非要照找你们那些 见不得人的照片 才是证据是吗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胡说八道 我在外面累得跟孙子似的 你做这事对着起我吗你 说得还挺好听 其实我吧真没什么 倒是你呢 昨天晚上回来 身上一股香水味 可不是我常用的牌子 我不说穿呢 是想给大家都留点面子 再说了 你不是也不想结婚了吗 怎么着 还废好我一辈子的啊 你说那么半天 不就想结婚吗 行了 咱马上结婚 行不行 之前都不答应的 突然改变主意了 是 我是想结婚 可逼出来的 我觉得没意思 行了行了 婉萍 别得寸进尺了 就算你现在跟这个男的 有些感情了 可你也得好好想想 别人如果知道你的过去 还能接受你吗 你看看 咱俩这些事啊 换谁谁都受不了 况且还有一些是 不能说出来的秘密 绕了那么一大圈 最合适的还是咱们俩 你现在情绪上有些小的波动 我能理解 责任在我 谁让我不肯结婚呢 那不管现在这个男的是谁 我们以前没结婚 我没全力约束你 可既然咱们现在决定结婚了 你就得看好你自个儿啊 其实你就是害怕 我说出你害死许云东的事实 是不是 你想拿结婚绑住我一辈子 你瞎说什么呢 谁害死他了 所有事情都咱们俩一块儿完成的 你别想推卸责任 好好想想婉萍 最合适的还是咱俩 行号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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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月 我收到你的短信了 你醒了 你的病都好了 我太高兴了 我明天就从海南飞回来 我下了飞机我就去看你 我们还是在以前那个老地方见 啊 燕燕 明天我们老地方见 整个城中村的布局图 这块就是找斯文的地 怎么拿桌子 找村长啊 村里人实在 问什么说什么没那么费心 这块地拿得很奇怪啊 哪有这么拿地的 中间这块是干什么的 村长说了 这块是个厂 工厂 中间齐药的话还有工厂 那楼盘怎么建的 所以说 这个地儿是个雷 电话 喂 玉峰 你在忙吗 我没干嘛呀 怎么 有事吗 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想约你谈点事 当然有 要聊什么 明天见面再说吧 好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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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愿意见面 会不会因为赵斯文的事 我今天亲眼看了 他不快离新房 送到大公司去的 顺便他们的手段起作用了 那真是太好了 好 老婷 你知道吗 明天约我很开心 因为以前都是我 初冬约你 你终于 又初冬约我一次了 你真的很开心吗 当然 你好像有心事 说来听听 玉峰 我今天约你出来 其实是想跟你说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为什么 是不是我做得 哪儿不好啊 不是 不是 你很好 都是我个人的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能跟我说说吗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其实我有一个男朋友 我们住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 每次你送我回家的时候 我也没有邀请你 到我家去坐一坐 现在 他知道我们两个的事了 他对你好吗 他对你好吗 曾经好过 你爱他吗 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的生活 就算是一种 将就 我早就打算 结束这样的关系了 可是他昨天突然跟我说 他要跟我结婚 结婚 你都不喜欢他 你怎么跟他结婚 我怕他伤害到你 我太了解他的为人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交往的话 他会发疯的 我怕他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伤害到你 他曾经伤害过谁吗 这 算了 我们还是结束吧 别因为你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你不会幸福的 你不会幸福的 如果我能早点认识你 就好了 这样吧 你把他叫出来 我们聊一聊 像男人一样谈一谈 雨风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紫月 你来了 看你恢复得这么好 我太高兴了 你个坏家伙 好了第一时间也不跟我说 看那个小汤 我当时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了 你醒来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的 他人呢 人家也是有工作的嘛 他去缅甸了 要过几天才回来 我呢醒过来是醒过来了 但是我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呀 你看我这不是恢复好了 就给你电话吗 别生气了啊 好吧 原谅你 快告诉我 怎么样 过得好吗 我不还是老样子嘛 对了 你现在住哪儿啊 忘了告诉你了 我是从小汤的爷爷家搬出来 然后住在雪岚那儿 汤雪岚 那女孩那么矫情 有你受的吧住那儿 人家现在可变得一点都不矫情 真的特别好 好好好 不说你未来小公子的坏话 你别讨厌 好 紫月 我真没想到 小汤能那么精心地照顾你这么久 说实话 我好羡慕啊 是 如果没有她的坚持 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晨晨找到了吗 晨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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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所以我现在从小汤的爷爷那儿搬出来 就是 要新的开始 我要找工作 我要让自己 变得更有价值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特别看好你 你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得特别好 要不 今天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 也算庆祝 节后重生 好 请就节后重生 不行 雪岚好像在家已经准备饭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跟我去雪岚那儿吃 算是认个门吗 好吗 好吧 我决定改变对待黄婉萍的方式 让她搬到玉峰林来住 我不同意 玉峰林是爷爷买给你结婚用的 这是以后你跟紫月的家 你先让黄婉萍搬过来住 紫月现在刚好 你要让紫月知道她能受得了吗 我都已经想好了 放心吧 这也是一个碰不得已的办法 行行行 如果你是这么决定了 那我不干了 小姨 我说真的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女人拿下我 没准人家是欲擒故纵 放长线钓大鱼呢 玉峰 你再好好观察观察 干嘛非得走这一步呢 我必须要设一个圈套 利用黄婉萍的虚荣心 取得她的信任 然后拿到赵斯文的犯罪证据 这件事没你想这么简单 而且做不好的话 你就把紫月搭进去了 时间来不及了 如果黄婉萍跟赵斯文结婚了 这个计划就失败了 我希望你的帮助 来 紫蓝 我回来了 紫月姐回来了 你看我带了一个朋友回来 你就是紫月姐的那个闺蜜 王妍 你好 你好 雪达好久不见啊 你们回来了正好 还有一个汤 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你还会做汤啊 变化顺不小啊 那当然 来 好香啊 对啊 闻着就很香 我尝尝啊 好不好喝 喝了才知道 尝尝 尝尝 尝口 好好喝 好 给我装点 好 给你盛 谢谢 谢谢 雪达 你王妍姐说了啊 特别好吃了 好好喝 来 你呀 喝杯酒 这第一杯酒呢 欢迎王妍姐 谢谢 然后祝贺紫月顺利康复 谢谢 来 《星风》 最爱的 帝王妍姐说了 你 这一次 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却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却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深陷在想你的轨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再让你烦恼 那个你不想见的我 还在想你的好 哦 开始想你的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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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好 好 好